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全世界最健康的五種食物之類 它們的泡菜裡面 每功課可能有超過100億個 所謂的 它是一個微生物醃漬的 你吃起來都是鹹鹹酸酸對不對 那泡菜我們怎麼知道它壞掉 它搞不好會壞掉 曾經發生有一隻大腸桿 就你叫O157H7 那隻感染的那個泡菜 結果那次造成7個死亡 好活到你家 健康不用靠偏方 乾燥也能像水果 零食好活到你家 它是用這個 冷凍乾燥的方式 冷凍乾燥 所以它不是水分完全脫水 它是你在轉到你的頭水之後 它會感覺是 這明明是水果乾對不對 對 然後妳確實含久一點 那個肉慢慢就 它會肉會回來 就介絲還魂了你知道嗎 對 以外就一個一個回來 就是借你的詩環 它的本來講成語 你該不會說它是木乃伊 好事發生 跟著老師健康無負擔 元氣早餐只要5分鐘 省錢 省水 省瓦斯 就前兩天吃剩 你就把它直接放在冷凍 你就留一碗就好 一碗等一下我們 一家人五口人吃 就可以了 我們一家五口人 這就是要加冷凍乾 就是要冷凍乾 真的嗎 不錯耶 真的嗎 好好吃喔 所以還有一個 五分鐘元氣以外還省瓦斯 天然的不一定好 錯誤觀念讓妳丟掉小命 為了健康一定要知道 今天馬上帶妳解惑 我們常在講說為了要健康 吃食物一定要吃天然的 對 什麼叫天然呢 大家是不是搞清楚呢 哎呦 他說天然的最好 但問題是說天然的圓形的 但它就保證跟健康是劃等號嗎 那有一切大家可能覺得很健康的食物 也不見得喔 也不見得嘛 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探討一下 小心妳吃錯了 妳可能會有喪命的問題 蛤 妳很愛恐嚇人耶 是是是 我也是照我們大字報念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但可能真的要小心啦 是啊 來來來來 我們今天來先從健康食物 第一個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世界健康食物 泡菜防癌又幫助減肥 哎呦 真有其事嗎 來各位 圈插排行準備 圈插圈 圈插排行準備 欸 這位 是嗎 才剛剛生產完的徐小可 小可 不行 為什麼 應該是說現在可以找到這麼天然又沒有加任何防腐劑的泡菜比較難 比較難 對 而且就我所知道的是泡菜對於某些癌症是有幫助 但是好像裡面因為含鈉量含鹽量太高了 對身體有一些負擔 好像有道理耶 那妳說說看為什麼是圈 不是啊 陳如大家所知道的泡菜它是鹼性的食物 哎呦 對 我們現代人的飲食呢會造就酸性的體質 嗯 任何泡菜我都喜歡吃啊不管是台式的韓式的 然後他們現在還有什麼加什麼那個南瓜的啦 我通通都往嘴裡面塞 對喔 因為塞完以後呢我覺得我全身就簡性起來了 好像簡性電池啊 還有 特別有勁 然後就翻來了 你也是舉圈啊 給玉琳哥這樣講完 我 我講得很好 沒有我覺得很多東西多吃都不好 但我們韓國人他們 他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在習慣性的吃泡菜 就是他泡菜 他一定有他的對身體的幫助才會這樣 如果真的不好的話 為什麼韓國人他們這麼愛自己醃製泡菜 他們甚至會為了泡菜去買一個那種冰箱 跟或者什麼 專門做泡菜 而且他們聽說結婚女生要嫁出去要會做泡菜啊 而且這幾年很流行那個泡菜那個相撲鍋 而且你不覺得只要有泡菜你這一餐就吃得特別開胃 而且連燒烤那個肉一定要配泡菜 泡菜沒錯 比較清爽 幾乎仍然愛泡菜齁 對 但是很奇怪 他好吃就好吃或健康 為什麼會有一個世界健康食物這樣一個稱呼咧 其實呢你會覺得韓國人很厲害 因為韓國人最近幾年來一直在跟全球各地推銷所謂的韓食 就是韓國食物 那韓國食物最代表其實就是泡菜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可以推銷到連歐巴馬的夫婦都會曾經在那邊釀 一學那個研砰菜 所以他們又把這個食物推出去除了讓它好吃之外 因為口味是因人而異 所以他們另外一個行銷方式就是健康行銷 所以他們做了大量有關於到底泡菜怎麼樣有益健康的行銷 比如說第一件事你一定有印象 SARS期間他們都說韓國人因為吃泡菜所以不得SARS 後來還沒有說韓國人又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就研究什麼他們就發現說他們的泡菜裡面 每功課肯定有超過一百億個所謂的乳酸菌 乳酸菌一般認為是抑菌 所以他說它相當於就差不多是優弱乳 所以後來就被美國的一般 優弱乳有這麼多嗎 有些好的優弱乳它有這麼多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你看有一個美國的叫做健康雜誌 就把它票選為說它應該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五種食物之一 所以開始就覺得它真的很健康 重點都在哪裡 在菌跟它的醃製方法 會決定它是健康或不健康 做得對它真的是健康之物 可是一不小心它就有很多風險 就可能變壞進了是不是 那所以是不是洪醫師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 就是說泡菜是不是真的能夠防癌又幫助健康 這一題的正確解答應該是什麼 這個是對的 對的 你好 你好 你怎麼回事啊 我就跟你講菁怡媽到現在還沒回來 真的 還是已經懷孕了 也要加油了 先來解釋一下 這種精油微生物發酵的健康食品 其實美國都有代表食品 日本的納豆 然後台灣的臭豆腐 然後歐美的優格 然後韓國當然就是我們的泡菜 大家會發現這些用微生物去發酵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流行 最近很多小朋友什麼過敏的 什麼異味性皮膚炎 全部的醫療可以說監獄要去攝取這些什麼 健康酸液菌這一類的 其實這個東西如果說沒有效的話 我想不會形成這樣全世界的一個蜂巢 所以我們一直在討論 這個東西就是 這叫腸胃道的液菌類 我們後來發現我們的 其實現在很多的文明病慢性病 都跟我們腸胃道這些 因為我們的熬夜 然後壓力亂吃東西 這些好的細菌死光光 可能又吃抗生素 所以怎麼去建立一個健康的 腸胃的一個微生物環境非常重要 這會影響到我們的免疫力 影響到我們的過敏 影響到我們的一些癌症的一些產生 所以這個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講的這些 這一類的最大最大的好處 當然是它的這些好的這些 細腸胃道抑菌 那當然本身我們在想 那怎麼去減肥咧 我們的那個泡菜大家知道 有一個叫辣椒素 辣椒素很多人在吃辣椒去減肥 所以有人用那個叫泡菜減肥吧 就是因為辣椒會刺激我們腸胃 這些我們膠感神經會冒汗 新陳代謝會增加 所以這當然它就會有那種減重效果 是成立的就對了 第二個它有膳食纖維 很高的膳食纖維 那膳食纖維一樣會幫助我們 把那個大便的一些素便 那些不乾淨的排乾淨 那這些毒素跟一些癌症也有相關 那也排得比較乾淨 也比較我們一些脂肪 其實我們多的膳食纖維 會把我們的脂肪給帶走 這個是一個它可以減肥的地方 那我們講說泡菜它有什麼話 剛剛大家其實來賓真的很有概念 因為太鹹了 你知道他們講是100公克的泡菜裡面 就有2.4公克的鈉 已經超過我們一天所需的量 那我們的所有的胃癌有幾個危險因子 就是醃漬類的高鹽分都是胃癌的耗發 所以它的確是它又可以抗癌 又有可能誘發胃癌的這種危險因子 那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在日本他們曾經發生 它是一個微生物醃漬的 你吃起來都是鹹鹹酸酸對不對 你吃一塊肉鹹鹹酸酸 你就覺得它壞掉了 那泡菜我們怎麼知道它壞掉 它搞不好會壞掉 萬一它是酸敗掉了 不是我們要的好菌是壞菌 比如說日本某個食品工廠 在北海道渣黃 它就曾經發生有一隻大腸桿菌 叫O157H7 那一隻感染的泡菜 結果那一次造成7個死亡 那個叫做一個叫熔血性的尿毒症候群 那個會造成病人 除了上吐下瀉以外 腎衰竭啊 熔血 然後他們在講說我們在做火鍋 尤其是泡菜鍋之類 只要煮了30分鐘 那大量的雅小胺就產生了 會產生了九倍 那剛剛那個 30分鐘就會喔 我們都吃兩個小時 但是建議大概30分鐘 湯盡量在30分鐘之內 打包回來繼續煮 對啊 對啊 尤其是不管部隊鍋的湯頭 對啊 泡菜鍋的湯頭 我們都吃三天 因為其實曾經在上海 他們做過一個他們很妙 做一個很小規模的研究 就是比較各種火鍋的鍋底啊 誰最會出現那個雅硝酸胺 雅硝酸胺眼淚 結果你知道第一名就是誰 就是他們 我們這邊可能比較少見 其實我們這邊比較類似 它就是那種白菜魚頭鍋 就是也是酸菜 只是他們煮的是魚頭 你知道嗎 而且您剛才講那個酸調是真的 因為之前認識一個那個 韓國的菜的老闆 他說其實因為 很多人可能不大會分那個 到底是泡菜的酸還是壞掉的酸 對 他說根據他自己在韓國 煙泡菜跟在台灣煙泡菜 他說他在台灣啊 他大概就是 他壞掉的時間是韓國的兩倍快 很快就壞掉了 所以他說其實